喵 喵 哈囉 大家好 今天要來到我們法律小學堂的單元了 那今天很高興請到了英雄說書的阿瑞 哈囉 銀針律師頻道的觀眾朋友你們好 我是英雄說書的說書人阿瑞 聽大家帶來精彩的英雄故事 聽說今天阿瑞是要來踢館了是不是 不敢了 好像有什麼問題想要來討論 因為人家都說文史不分家 小弟我不猜 把律系畢業之後就服務正業 好來做Youtuber 本來就自己覺得說這件事情可以讓大家引以為健 沒想到後來發現前輩的銀針律師也來做Youtuber 哇 那這樣以後就不能跟大家講說 小時不讀書長大Youtuber 那今天換得罪很多人 像什麼youtube賢 阿瑞還有很多很多知識型頻道 對對對對對 所以說我們今天呢是來交流啦 又不是踢館 因為我的頻道會講很多的三國歷史故事 今天呢算是幫以前的三國歷史人物們 有這個機會可以跨越時空 看看他們以前做過的一些事情 在現在會犯什麼法 很好很好我們最喜歡做這個事情 我們最喜歡做這個事情 而且我跟大家講三國演藝不誇張 我真的看了整整兩次 所以我如果待會有三國演藝的考題 是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吧 雖然我這是國中的時候 我怎麼突然感覺在打預防針追加技 我先說今天的遊戲規則 就是你初五題考我 然後我們一題二十分 一題二十分 以前是六十分及格 及格的話就要拿我們的 我們的刑具 就要拿我們的小六把做深蹲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因為你又要問我問題 所以今天這個標準 你覺得咧 我覺得依照過往規定是沒問題的 對 對 我們都是法律系不能夠放水 我們四十就好 四十就好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吧 如果我真的今天要受處罰的話 各位隱私姐妹 我們一下開放留言 你們覺得要怎麼處罰她 幫我出氣一下好不好 請不要出真我 謝謝 好 好 那我們要準備開始了嗎 好 就開始 那我這邊呢 第一個 不知道律師知不知道 三國志作者是陳壽先生嗎 那他認為三國當中的第一男主角是誰 應該就是曹操法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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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麻地可以體會來賓的心情 而且麻地在這裡說 很怕這個會出現一個叉叉的 有念書還是有用 我們不能再笑YouTuber喔 其實這個是滿多人會有一個誤解 我們小時候都覺得三國演藝裡面 劉備他算 是主角 沒錯沒錯 但是我覺得三國演藝裡面的主角應該是諸葛亮 因為德亮過世了以後我就看不下去了 有點改戲託 對對對 但是其實在歷史上面 曹操他也是雄才大略 今天就有一個很豐富關於他年少輕狂的故事 想來跟律師分享 然後也想問他律師 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現代 曹操可能有什麼樣的危險 這一個故事是這樣子的 在《釋說新語》這本小說裡面 其實有提到 關於曹操的一個謠傳 據說曹操年輕的時候 喜歡過著一些深色犬馬的生活 然後他就會跟他一個三百兄弟 名字叫做袁紹 他們就一起出去玩 在街上遊蕩啊 有一天突然發現 前面遇到一個結婚車隊 然後曹操就開始 興奮了起來 因為我知道他最喜歡 搶人妻子對不對 沒想到律師也 略懂略懂 我待會題目真的不能出太簡單 於是曹操對於人妻 就有一種特別的愛好 當天晚上他就跟蹤這個車隊 跟到新人家裡 把那個小姐盧走 那盧走之後當然就大家出來追啊 過程了曹操就不小心 掉到路邊的草堆裡面 腳被卡住了出來 曹操那個時候 做了一個很大膽的一個舉動 他跟他兄弟都掉到草堆裡 他就大喊說 小偷在這裡 然後就故意吸引人過來 因為他刺激自己的腎上腺素爆發 蛤 於是他跟他的兄弟 一擊 然後腳一抽 就逃出來了 新娘子就丟在原地 其實我覺得說真的啦 大家都年輕過 那我們就姑且可能在 活高中吧 就是正調皮 男生特爾蒙症旺盛的時候 你們快去 我應該距離高中過了追溯期了 沒有沒有 曹操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現代 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危險 還蠻危險的 就是大家千萬不要亂選 我們要以程度來說啦 如果說他把那個女孩子 真的爐走 然後要跟他結婚還是蓋毛 那可能就會有 刑法298條的略幼罪 那如果說他爐走 帶回去 拘禁起來 限制他的行動自由 那就是302條私刑拘禁罪 但是 我們這樣聽起來 是他就只有 爐了一段時間 就丟在那裡 對 這樣子應該就是他爐走這段時間 有成立 304條的強勢罪 後來還好他有熊來樂 他就是個惡作劇的心啦 那通常法官如果看到這樣 是不是也會酌青亮心 我覺得應該不會耶 因為人家在結婚 那你沒事 你能走人家的惡劣好不好 那我只希望能夠遇到一個 喜歡曹操的法官 那現在進入第二題 歷史上啊 大家都知道 桃園三結義 那桃園三結義當中 三個人 他們的長用順序 我記得 關公張飛都會叫劉備大哥 所以劉備應該是 這年長 然後關公應該是老二 所以張飛應該是老三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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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欸我現在已經有40分 應該已經幾個了 我看到攝影師也在點頭 好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呢 其實這個問題就出在他們的小弟 張飛身上 我們前面講到曹操嘛 他也有個堂弟 叫做夏侯淵 夏侯淵他有一個養女 他這個養女年紀很小 只有15歲 這個小女兒他去山上打獵的時候 遇到了一個人 那個人滿臉鬍子 大聲的呢 就說 那個女生給我站著 就把這個小女孩給爐走了 那這個人呢 就是劉備的三弟張飛 剛好啊 他大哥打敗仗 四處逃亡 所以三弟沒有正業 就做山賊 看到漂亮的女生 就滷回去當壓寨夫人 結果問題呢 滷回去之後 他們還重疾連理 還生下了女兒 想請教律師 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儘管後來大家都接受了 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現在 這個在現在就非常危險 嚴重了 第一個要先去看那個小女生 她到底是被迫的 還是合意的 或是被迫的 就是違反性自作 法律上就是說是強姦啦 所以這是刑法二二一條 這就是很嚴重的罪 當他的養父就可以 對於張三爺 提起訴訟 對啊 那一定的啊 不可能提起訴訟 他還要抓去關 因為這小孩嘛 通常法律上的刑責 就會更加重這樣子 我們刑法有規定 男女生未滿十六歲之前 都不太應該有性行為 所以只要是對未滿十六歲的人 實施性行為 那即使是雙方合意的 還是會有心責 好 現在就要進入我們的第三題 難度要提升 什麼要這樣 反正保底了嘛 接下來我們就是 以文會友 剛才銀正律師有提到 《三國演藝》很喜歡的主角 諸葛亮 諸葛統明 霍龍先生 好多個外號 在諸葛亮當劉備出謀劃策之前 劉備原本的軍師 是誰 對 這個好像有點送分離 我看腳本 沒有 就徐樹嘛 很簡單 好 簡單 那接下來的問題呢 就跟徐樹有關囉 這個問題我自己覺得 也很日常 徐樹他曾經遇過一個人生中最大的遺憾 他原本在幫劉備當軍師 我們講大公司的顧問 董事長特助 可是呢他這個軍師 當一當被隔壁公司發現 你很有才華 就是曹操的公司 他就決定把劉備的軍師挖腳過來 他就假冒徐樹媽媽的筆跡 徐樹他是一個很孝順的孩子 他一定會聽媽媽的話 他雖然心裡千百個不願意 就還是去了 可是呢一進家門看到媽媽 媽媽就很意外 你為什麼出現在這裡 我沒有寫這封信啊 你被騙了 這個媽媽覺得自己養子不教 非常的悲憤 當天晚上就上吊自殺了 他們古人都好極端喔 但是你是要問用筆記寫信這件事情 徐樹被騙 滿腹的冤屈 該找誰討 找檢察官 因為他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偽造文書 很多人會以為所謂的偽造文書 就是說寫的內容是假的 但是其實不是 我們法律上偽造文書的意思就是 你製造一個假的文書 你假冒別人的名義 或者是沒有這個公文書 那你弄了一個像真的一樣的公文書 那個就是偽造公文書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行法的偽造文書作 可是這時候徐樹呢還是心有不甘 我媽媽因為這樣死了 不用負責嗎 這如果在現代法律上這樣的機會大嗎 應該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可是他媽媽自己去自殺的嗎 雖然前面是因為曹操 他跟他媽媽自殺 沒有我們法律上所說的相當因果關係 那只能夠跟徐樹說聲不好意思 我覺得他自己要餘校 你不要怪誰啊 媽媽就要去跳回 你就要去跳嗎 對 不能太媽寶喔 對啊 就是媽寶 我們現在進入我們的第四題 大家知道阿斗作為劉備的兒子嗎 他曾經呢跟著爸爸在荆州被曹軍追殺 阿斗一度就是落入曹軍手中 這段我很有意向 我覺得受不了這一定要講一下 就是他爸爸後來看到道紫雲還是關公 帶著那個阿斗回來的時候 他爸爸就把阿斗丟在地上 然後又說兄弟你辛苦了 有這種爸爸喔 朋友如手足 妻子如衣服 憑政律師直接把我問題報了 可是沒關係 因為剛才你有提到 救阿斗回來是劉備手下一個大將 我覺得應該是趙紫雲吧 那我選趙紫雲好了 好的 答案呢是 對一半 這應該是口誤啦 救阿斗的確實是我們的趙雲沒錯 但是因為趙雲自子龍 喔 對 好啦沒關係 俱人念得太多話聊了 接下來這個東西要來請教律師 就是幫劉備的兒子阿斗 後來他爸爸死掉之後 阿斗繼承了皇位 他們的皇宮有一個傳統 新年的時候 文武大臣會到皇宮裡面祝壽 新年拜年這樣子 阿斗手下有一個大臣 叫做劉衍 劉衍的老婆呢姓胡 聽說長得是貌美如花 胡夫人她也加入了拜年的行列 胡夫人特別得到阿斗的媽媽 皇太后的寵愛 她在皇宮中留了一個月 然後就發生了什麼事情 有沒有發生事情 其實完全沒有人知道 喔 我覺得應該有 但是呢 律師的這個想法 跟胡夫人的老公一模一樣 她老公就覺得 我老婆一定是出事了 在皇宮裡面 唯一能夠欺負我老婆的一定就是皇帝 她沒有辦法去跟阿斗 喔 她不敢 對 她就只好打老婆 蛤 而且她打老婆 動用了執行 叫來了幾百個士兵 把老婆架著 用鞋子打老婆的臉龐 把她逐出家門 修妻 修了什麼 你看看 胡夫人她也不甘受 一撞告到了朝廷 請她們的審判長去判決 那審判長講了一句很有名的話 士兵不是讓你用來欺負老婆的 鞋子不是讓你用來搭戀的 鞋子不是讓你用來搭戀的 我覺得這個法官寫得很好 他的邏輯非常的深 士兵是國家的欸 他憑什麼叫士兵來做他私人的事情 所以這個部分 他其實就是有 貪用公家資源 是在現代的話 他沒有到貪污那麼嚴重 但是有一些相關的身處 然後呢 用鞋子打老婆發掌 非常非常嚴重的侮辱行為 尤其他又是在大體廣仲 在好幾百個士兵面前 所以他一定是公然侮辱 還有就是說傷害罪 他老婆一定是可以請求離婚的 那他跟他老公離婚 那就剛好如果他對阿斗又有意思的話 欸欸欸欸 直接飛上枝頭便夢嗎 真的 就是說這個老公就是太笨了 不知道在笨什麼 越講越氣 好 今天我們第五題 第五題跟名人有關 關羽雖然說他對大哥感情很好 歷史上關羽他是有離開過劉備的 短暫的加入過曹操的陣營 曹操也對關羽很好喔 他送了他很多禮物 有一個禮物非常的特別 噢 刺兔麻 欸沒錯 太厲害了 我好膽也是國中看了兩次 今天有得90分 沒錯 之後我就可以100分 拿最佳進步的空間 對對對 好我們進入正題了 關羽啊曹操很喜歡他 關羽又對大哥放下 曹操雖然送了像是赤兔麻啊 還有很多經營財寶給關羽 有一天他就決定去找大哥了 但是他又收了曹丞相這麼多的寶物嘛 所以他就把寶物通通的放在自己的宿舍裡面 但是赤兔麻他騎走了 欸對 就像特斯拉一樣 特斯拉不能還 曹操的手下看不下去了 老闆你對關羽這麼好 關羽不知感恩 而且開著老闆送你的跑車 對嘛 所以呢 曹氏陣營的武將就出來阻擋關羽 就形成歷史上最有名的 過五官斬六將 這邊的問題就來了 像這樣的一個事情 也滿常會發生在婚姻男女朋友當中嘛 當你收到這些虧證的時候 像關羽他居然留下了赤兔麻 如果在現在會不會有一些法律上的問題 這個問題很好欸 他在我們現代還蠻會用得到的 法律上贈語有分兩種 這種就是普通贈語 譬如說現在年節快到了嘛 他送禮往來嘛 這個送禮背後沒有要求 你要幫我做什麼事情 就是普通的贈語 但是譬如說有一些人送茶葉冠 可能就是送給你我就是有要求 但是這個要求是要雙方是同意的 法律上叫做負負擔贈語 如果說是負負擔贈語的話 受證人沒有進到他當時承諾的 那確實是可以要求 要撤銷贈語 不然就是可以要求你要履行你的義務 感謝日子開示 有沒有覺得這些三國的人 在現在看起來都很搞事啊 反而他們很浪漫 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然後沒太多包袱的感覺 畢竟那個時候法治的精神 也不是那麼彰顯 自由的靈魂可以奔放在世界上走跳 好啦 那今天很開心 請到艾瑞來幫我們說書一下 感謝感謝 那我覺得他的頻道非常好玩 他除了說三國的故事以外 也有很多台灣的一些故事 小弟很喜歡台灣歷史 大家有胖的話就可以去他的頻道看一下 感謝 那你是不是要幫我說一些好 對 如果你是英雄說書的觀眾朋友 看到這支影片 請多多支持我們台灣法律圈 美麗與智慧清聚的 林真律師喔 這個直接給他訂閱起來了 不用懷疑 不會後悔的 好 那今天節目就到這邊啦 想知道更多的法律知識 不要忘了訂閱曾經濟師的YouTube頻道 也追蹤我哪一區 按照我的臉書粉絲按讚 那記得趕快加入我們頻道會員 以及官方LINE帳號 那也記得去阿瑞的英雄叔叔 謝謝 去訂閱一下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了 掰掰 CAT就是Creators在台灣 是為台灣新媒體創造者 打造的全新平台 想多了解CAT的話 馬上去下載Hummy Video App 進入CAT網紅館囉 Cat網紅館囉